你今天这支女排 你让郎平带的话 昨天打意大利 有可能赢你信不信 而前几天的这个日本队里 根本不可能输你信不信 因为你按目前的 这个世界排名来看的话呢 意大利是稍稍要领先于我们的 世界第五嘛 而我们是世界第六嘛 而日本是世界第九嘛 你在郎平手下的 这个中国女排啊 你别说领先于我们 一点点的这个意大利了 你当年奥运会 是吧 礼物奥运会 大家还有印象吗 这个美国世界第一 是吧 巴西世界第二 我们排世界第三嘛 那当时进入淘汰赛的时候 我们上来四分之一决赛 就把世界第二的这个 巴西队给干了 巴西当时还是东高主呢 是不是 而美国女排呢 是被世界第五的 这个塞尔维亚给灭掉了 反之也就说明呢 打奥运会期间的那支塞尔维亚呢 其实整体实力量 比美国队还要强一些些呢 但即便这样 我们决赛 就是跟塞尔维亚打 那么在落后一局的 这个情况下呢 那么中国女排 奇迹般的战胜了 塞尔维亚霸去夺冠了 当年2016年还有没有印象 所以说只要有郎平在的话 女排实际上就有一种能力 是什么呢 越级把这个对手呢 跳落马下 郎平的这个本事在哪里 你们知不知道 不是说他比别人更知道 用什么样的这个策略 去打不同各种各样的这个对手啊 那你要说你像昨天 去打这个意大利 这样的这个对手 策略的话 你别说郎平 连我都知道的 你前面的不就是一分一分的 先跟对手咬住 然后利用我们的这个 关键球能力呢 再去定胜夫吗 那不要上来 就被别人的这个气势 压过去一切千里 不要被别人打出节奏 而要打出自己的节奏吗 是不是这样 你去问所有的这个 中国女排的老队员 你去问惠若琪 你去问张长宁 哪怕你去问郎平呢 他都会告诉你 就是这么个策略 李约打强队 都就是这么 用这个策略一路打上来的 有点类似 用足球场上当中 这个防守反击 打逆风球的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你甚至就这个道理的话 你去问现在的 这个主教练蔡斌呢 你说他会不知道吗 也知道的 连我都知道的话 蔡斌会不知道吗 但关键呢 就在于我们这帮人呢 光是知道策略 但是到了这个现场 是没有办法 调动这个女排姑娘 每个人的这个心智跟行动的 没有办法 让他们最终能够 贯彻落实这个策略的嘛 是不是 你包括蔡斌也不行啊 场边好半天 说半天弄半天 最后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但郎平就可以嘛 他就有点失成金 撒兜成兵的这个魔力嘛 谁说教练之间的这个差距 就这么体现出来了 完了我前面也讲了 你这几年女排 本身的这个实力 要像郎平在的那几年 是有往下调的 完了阻塞的这个能力 有一定程度下滑的话 那可不就是嘛 意大利也输 连日本都输 亚洲第一都保不住了 是不是 虽然说我们不能够 就此下结论说 女排也会国足化 但这个事情 是要引起警惕的 你毕竟 大家就讲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男足也好 男男也好 女足也好 女排也好 不都是在一个果园里面 生长出来的果子吗 由于这一片果园当中 之前是长出过烂果子的 说明这个土壤 是有一些呢 不利于果子去生长的元素的 如果说负责打理 女排的这个果子的这个工人啊 你不精心去养护 这个果子的话 到时候真到了玩毒子的那一天啊 那我不知道 多少从女排时代过来的这个老人家啊 都得把眼睛给哭下掉 你说呢 雕啊 那如果可以 呢 然后用一个药 我懂词 我懂了 我懂的 我懂的 你懂 我懂的 我懂的